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要恭喜今年獲得公務人員 結出貢獻獎的同仁們 各位在工作崗位上全力以赴 讓國家社會更好 更進步 也會全體的公務人員樹立最好的典範 在這裡 我要一一介紹 請介紹到的同仁或團輩 站起來揮揮手 接受大家的掌聲 在個人獎的部分 回顧臺北醫院的郭憲華副院長 我們的副院長在疫情期間 擔任全國第一間集中檢疫所的指揮官 帶領團隊從無到有 建立SOP 也成為往後檢疫所建置的重要標杆 我們下一位是財政部賦稅署的許慈美署長 許署長不僅推動稅制稅政改革 促進產業的發展 也因應疫情推動手機報稅跟稅務協助措施 變明溫暖的做法 受到國人的高度肯定 通常稅務官員看起來都比較冷一點 不過 我們有許慈美這樣溫暖的署長 我們來給他掌聲 我們臺灣高檢署的林映之檢察官 我們林映檢察官參與多項重要刑事法制的研擬 像是反滲透法國安案件的提升二省管轄 以及國安專庭審理制度 是捍衛國家安全的幕後英雄 我們給他掌聲 我們下一位是桃園市政府海管處的林立昌處長 我們的林處長結合公司部門的力量 推動生態保育跟環境教育 並且設置全國第一座海岸環境監測科技中心 保護我們桃園的海岸生態 我們給他掌聲好嗎 我們環保署的陳怡家科長 我們的陳科長在三年內參與 並且督導近50項 與空氣品質有關的法規命令 是政府推動空氣污染防治 以及邁向靜靈轉型的重要工程 我們再次給他掌聲 我們審計部的林建智清雜 導入大數據的分析與工作 查核政府機關工作及管理的缺失 被譽為是促進審計公信力的廉政偵探 我們給他掌聲好嗎 除了個人獎之外 在團體獎的部分 我們獲獎的單位由外交部北美師 我們北美師這幾年在台美關係持續深化 不但有新的成果 新的進展 也展現台灣作為民主夥伴的議員價值 我們要謝謝你們的努力 謝謝 請坐 我們屏東縣政府團隊 以自然生態工法及污水管理 成功解決了地方溪流的污染問題 翻轉了屏東市的城市風暴 我們再給他們掌聲 下面一個團隊是來自更遠的地方 台東縣大五鄉衛生所 我們大五鄉衛生所與醫學中心合作 首創全國5G遠距醫療門診服務 守護南迴地區民眾的健康 謝謝 我們給他們掌聲 我們下一個團隊是 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我們台南觀光旅遊局 促進了台南文創民宿業發展 讓更多旅客體驗到台南之美 再度帶動我們台南的觀光經濟 再給他們掌聲 我們下一個得獎的團隊是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我們空中勤務總隊透過團隊合作 完成黑鷹直升機的接機跟訓練工作 提升空中救災的能量 保護我們的國人跟公土 謝謝你們 下面一個還是衛生福利部 衛福部在疫情期間用數位科技 在最短的時間建置檢疫跟醫療的資源整合系統 展現出政府應變危機的能力跟韌性 另外 我們今天考試院特別邀請入圍決省的兩位公務人員 和兩組團體到場頒發入圍決省講座 他們的表現也非常優秀 等一下我介紹到各位的時候 也請站起來揮揮手 也請大家一起給他們熱烈的掌聲 第一位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康秀蘭科長 請坐 康秀蘭科長以創新多元的方式 向大眾推廣 故宮文物背後的歷史故事 下一位是台中榮民總醫院吳傑亮副院長 副院長發揮專業能力 積極參與各項防疫任務 也提高了醫療服務的品質 另外一個團隊 下一個請坐 下一個團隊是交通部鐵道局 好啊 在那裡 我們交通部鐵道局克服萬能 如其無知的完成南迴鐵路電氣化 帶給我們東部鄉親便捷的回家的路 謝謝請坐 最後是新北市政府團隊 新北市政府團隊提出 漁水治理策略 執行防洪防災工作有成 也有效改善淡水和沿岸的生態 謝謝請給掌聲 我要再一次恭喜大家 我要代表國人 感謝全國所有辛勤付出的公務人員 讓國家的各項政策 可以持續穩健推動 所以讓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